在顶级格斗赛事万冠军赛中 有这样一位实力名将 他现如今排名世界第五 与西提菜大战不相上下 还曾KO过T拳传奇安迪·苏瓦 他就是来自土耳其的泰范·霍斯坎 职业战绩达到了83胜9负 是欧洲拳坛成名已久的汉将 但就是这么一位顶级高手 却曾在中国赛场遭遇滑铁卢 早在2016年 已经是世界冠军的泰范 首次来中国参赛 为了争夺中国某知名赛事的冠军尖腰带 而当时与泰范交锋的是来自中国的小家吴雪松 相较于泰范的声名远播 吴雪松就显得有点普通了 因此在赛前泰范信心满满 在接受采访时还笑出了声 时间来到比赛当天 首回合开始 泰范确实展现出了冠军的实力 报价十分严密 腿法如毒舌吐信般又快又狠 在防守反击的同时 朝着吴雪松步步紧逼 压迫感极强 面对腿法出色的泰范 吴雪松选择避其锋芒 把两人的距离拉到合适的位置 再与对手进行拳法互换 这一战术显然有效 拳击出身的吴雪松 在拳法交锋上丝毫不弱于对手 一扫 这太是打法这 感到连续的重锤重锤 就是非常危险了 我们反击一方的就非常快 是的 我这场这一开场的比上场打得还要厉害 还要 上一场比赛他刚开展 第一回合还比略有保守 现在没有了 刚刚过去多长时间 是的 太高国家非常擅长 这种假动的迷惑 以及这种上下虚实的结果 小心 小心 就在第一回合快结束时 吴雪松精准有力的重拳 直接给了对手一个多秒 这场比赛对于双方选手的体能 和新闻功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就是在高原上作战 是的 这个现在何自感觉是他有点最少 好漂亮 这一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并且在后续的追击中 吴雪松还把泰范打得摇摇晃晃 险些将其一回合KO 回合结束的铃声响起 救了这位世界名将一次 来到第二回合 在首回合赤憋的泰范 明显是有些恼羞成怒 直接冲到近距离和吴雪松拼拳 一开场双方就火力全开 但冲动就容易失误 在两人的拳法教练中 吴雪松找到机会 一记重拳直接将泰范KO 直接终结了这位欧洲名将的连胜 凭借这场比赛 吴雪松一跃升到了世界排名第七 有意思的是泰范自私之后 韭菜也没来过中国打比赛 估计是有心理阴影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台湾洪斯坎站立的时候 就已经睡着了 对 吴雪松拳 反正确实打得不错 直接 非常的冷 看那个高速这样的算 就是这一圈 就是这一圈 你将会无意识的 直接打量 不可以哦 不意识的一下 本场比赛 经过裁判的裁定 红方选手 在第二回合 26秒 KO获胜 而且账率是 The Red Corner 好